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神隐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明 第二百零二集 大事不妙 侍女领命而去 便在此时 刘昊已经在怀夜的带领下急匆匆地奔了过来 游泽安眼睛一亮 立刻上前一把抓住他 拖着就走 快 刘太医 快给殿下瞧一瞧 被他拽得一个裂剑 刘昊好不容易才找回平衡 却也不敢多说 立刻奔到了床前 游泽安立刻退在一旁 一个字都不敢多说 生怕令他分心 刘昊的医术 虽然不像楚寒征那么冠绝天下 但高元昊的状况并不难分辨 不过片刻之后 他便变了脸色 这 这 这 游泽安的心猛然一沉 太医 怎么了 殿下的病很严重吗 这 刘昊满脸为难 但不可否认 眼中有着明显的惊惧 怎么会这样 太子殿下怎么可以这样 这不是害了自己吗 游泽安自然是一头雾水 急得连连跺脚 到底怎么样 你倒是说 虽然知道他是高元昊的心腹 但高元昊的问题 显然比较难以启齿 刘昊依然有些犹豫 这 怎么回事 元昊怎么了 幸好就在此时 兰皇后的声音已经传了进来 两人回头看时 她已在侍女的搀扶下走了进来 两人忙回身失礼 见过皇后娘娘 罢了罢了 兰皇后挥了挥手 几步便来到了床前 一眼看到高元昊半死不活的样子 便忍不住一声惊叫 元昊 你这是怎么了 好好的 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高元昊已经浑身无力 完全无法动态 只是动了动唇 勉强挤出几个字 母后 儿臣 晚时 不会的 你会好好的 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兰皇后恐惧万分 跟着豁然回头瞪着刘昊 刘太医 快说 元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扑通一声 刘昊居然已经跪了下去 连连叩头 声音中更是透着无尽的惶恐 皇后娘娘恕罪 太子殿下这事 纵欲过度 导致身体极度虚弱才会 才会如此 纵欲过度 狼皇后愣了一下 接着回头看着高元昊 不住地咬牙 元昊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母后早就警告过你多少次 千万不要只顾沉溺于男女之事 万一被你父皇知道 定会大发雷霆不说 还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你为何不听 为何不听 如今可好了吧 自己这个儿子 平常在高陵诺面前 倒是一副清心寡欲 老成稳重的样子 但是在私底下 尤其是回到东宫 他这片势力范围之内 就往往与那些侍女 私混成一片 可谓夜夜舞女不欢 兰皇后看不过去 的确曾经屡次警告他 千万不要贪色勿势 他只是嘴上答应 背后却半点不知收敛 见他一直没有惹出什么事来 何况又正当年少气盛 需求大一些也是正常的 兰皇后也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只希望不要被高陵诺发现 也就是了 谁知兜兜转转这么久 到底还是在这种事上 吃了这么大的亏 怎不令他恼怒万分 却又心疼不已 其实不用他说 高元昊的脸上 已经满是强烈的悔意 可惜到了这个时候 却已经是于事无补 只是艰难地 吐出了几个字 母后 快 快救儿臣 听到刘昊说 高元昊这个样子 是因为纵欲过度 兰皇后反倒不像 一开始那么恐惧交集了 毕竟在她的印象中 纵欲过度并非什么不治之症 顶多就是太过贪恋女色 导致身体过于虚弱罢了 只需好好休养生息 多付些补肾雇员的补品 也就是了 因此 他居然还狠狠地 瞪了高元昊一眼 这才转头看向刘昊 刘太医既然知道 太子殿下的病因 还不给她开些药来 若再耽搁下去 有任何意外 你担待得起吗 原本以为这种事 对刘太医来说是小菜一碟 谁知她竟然依然跪立不动 声音倒是颤抖得越发厉害了 请皇后娘娘恕罪 太子殿下的身体 已经虚弱到 说到这里 她本能地住了口 只管浑身冷汗层层 哪里还说得下去 看到她的样子 蓝皇后便意识到 情况恐怕有些不妙 不由微微变了脸色 虚弱到怎样 说呀 刘昊咬了咬牙 终于硬着头皮说了下去 已经虚弱到 完全不需要用药的程度了 蓝皇后一呆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 你说什么 不需要用药 这什么意思 莫非是说 只需要好好休息几日 便可恢复 完全用不着服药吗 刘昊暗中叹了口气 见过自欺欺人的 没见过这么自欺欺人的 我是什么意思 你不会听不懂 何必呢 皇后娘娘恕罪 刘昊又磕了个头 尽力压制着心中的恐惧 太子殿下的身体本就有些内需 本应尽力自我克制 少尽女色 可是 可是 据臣看来 殿下近期恐怕曾经一夜束缓 这才导致如今 这 这严重的后果 本宫不要听这些 越来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蓝皇后早已面无人色 牙齿也开始不住地打颤 本宫只想知道 元昊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如初 她该用些什么药 说呀 说呀 你说呀 皇后娘娘饶命 眼见蓝皇后的眼神越来越疯狂 几乎已经毫无理智可言 刘昊已经预感到 自己这条小命有可能不保 早已砰砰砰地磕起了响头 不是臣不敢尽力 而是太子殿下这样真的 不会的 不会的 元昊不会有事的 绝对不会 蓝皇后的声音越来越大 说到后来 已经是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 来人 请太医 把所有的太医都给本宫请过来 快 快呀 一声令下 众人自然不敢怠慢 早已飞也似的 各自前去请太医前来 刘昊抖抖缩缩地跪在一旁 冷汗不住地顺着下巴滴落在地上 很快便聚起了一个大大的水弯 蓝皇后更是觉得脑中轰轰作响 几乎已经不敢再想下去 如果高元昊果真有个三长两短 那 便在此时 他突然感到衣袖被人轻轻扯了扯 芒不迭地低头一看 正好对上了高元昊那双充满了 焦急悔恨和不甘的眼睛 不由下意识地问道 元昊 怎么了 你要跟母后说什么 高元昊的呼吸已经越来越弱 就像风中的残竹 随时都有可能熄灭 挣扎了许久 他才勉强说出了几个字 母后 现在恐怕只有楚寒征 能救儿臣 蓝皇后立刻眼睛一亮 对呀 楚寒征的医术天下无敌 他一定可以救元昊的 来人 立刻前往静远侯府 请楚寒征入宫 快 也明白 楚寒征已是他们全部的希望 蓝皇后自然急得满地转圈 恨不得楚寒征泪声双翼 飞到他的面前 就连高元昊 那双原本死灰一片的眼中 也浮现出浓烈的可怕 甚至喘息都分外急促了些 快点 快点来 快 然而许久之后 前往寝人的侍卫 才气喘吁吁地奔了进来 扑通一声跪道 皇后娘娘恕罪 楚寒征怕是来不了了 什么 蓝皇后急怒不已 一副恨不得杀人的样子 本宫有情 她居然也敢摆架子 不想活了是不是 不 皇后娘娘有所不知 不是楚寒征不肯来 侍卫喘息几口 小心翼翼地说着 而是 九月初八 皇到即日 一嫁去 前夜的天火 和昨夜的走兽异变 虽然在京城中 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蓝叶云却并未打算 因此推迟婚期 无论如何 先将那个千娇百媚的王妃 娶回来再说 事已一大早 静远侯府便宾客满堂 笑语喧华 一派喜气洋洋 楚玉奇 虽笑容满面地 站在门口迎兵 不时鞠躬打理 眼底深处 却始终有一抹 隐隐的担忧 今天是寒征大喜的日子 千万不要出现 前两次那样的一边 千万不要啊 蓝风敲响了房门 很是迫不及待 好了没 王爷的花销快到了 就是 蓝痕也是摩拳擦掌 快让我们看看新娘子吧 先赌为快 王爷气坏 就不让你们看 一边替楚寒征 做着最后的整理 夏威一边哈哈大笑 告诉你们 王妃今天啊 美得不能再美 你们却看不到 过分 蓝风又蓬蓬蓬地 砸了几下门 语寒威胁 再不开门 我们就硬闯了 闯呀 闯呀 夏威撇了撇嘴 小心王爷 打你们屁股 通 一声巨响 两人居然真的撞开门 闯了进来 夏威不由一声惊呼 你们 天哪 两人的惊呼 很快将她的声音 压了下去 直勾勾地 看着回过头的褚寒征 哪里还说得出话来 都说 女子在成为新娘的那一天 是最美的 这话果然不假 至少在楚寒征身上 是准确的 湿了脂粉的她 虽然双唇红艳如血 却丝毫没有俗气之感 反而更加美得 惊心动魄 魅惑人心 微微一笑 她倾起朱唇 本妃的闺房也敢闯 洗好屁股 等着挨板子吧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